好,那這一次我們來介紹就是日程的第一種應用模式 那第一次我們所講的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日程 然後可以在一天當中適度的安排 為礦機做一個休息 那會的就是說 可以讓這個顯卡呢 跟你的POWER呢 可以比較適度的休息 然後呢 可以延長它的使用 壽命 OK 那如果說在延年夏天的時候怎麼辦呢 比如說我們現在挖這個ETC 我剛剛看到瓦數95 雖然溫度很OK 可是呢 我們知道 基本上高瓦數假帶就是說高熱量 意思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假設我希望在某一個時段呢 我在挖ETC 或一些高瓦數的東西 我希望可以轉 挖一些比較輕窄的東西 比如說ERGO ERGO相對而言它的瓦數耗是比較小 那我們就可以做這種動作 同時呢 那溫度勢必的就會比較低 那對於原延夏日的情況之下呢 對於你的顯卡或你的環境 那基本上 危害因素就比較小 所以說 我們現在就來做第二種的測試 好 一樣我們就回到 這個礦場 然後呢 我們去點日程 我們先看一下日程有沒有你要的 那比如說我已經建立好一個的東西 叫做AMD ERGO SUMMER DAY 這個部分 那這個的意思就是說 我希望呢 可以在每天的4點2分的時候 可以做換切換這個動作 那我們剛剛看到 我們現在在挖ETC 那我們看一下現在時間是 OK 16點15分 那我希望在16點18分的時候 他切回去換ERGO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呢 我們就可以把原本的那個模板 那我們做一個編輯 那我們來做一個時間的更改 16分 OK 然後18分 18分 現在剛好16分 改一下 在18分的時候去切換 ELETE 18 OK 然後我們看一下 做什麼動作呢 你要選擇這個 你的礦機要有這個標籤 然後才可以做這個日程的變換 那你飛行表 當然是選擇ERGO 然後你的超頻模板 你自己要先建 然後建立一個低頻 低功耗的模式 然後我們作用模式就是 直接把整個換掉 然後整個MINOR 去再做一個重啟的動作 這樣會比較安全 也比較順利 那如果覺得不妥當的話 你可以就是說 直接做一個MINOR 你可以做一個REBOOT的動作 那當然更不會有問題 那我們直接做一個RESTART就好了 應該也是OK的 然後下面的話 就如同之前的介紹 18分 看一下 還好 好 更新 好 我們看一下 只差一分鐘而已 看一下 我們選擇這個礦機 好 OK 那現在是ETC 所以一分鐘之後呢 它應該就會切換成1ERGOB 那相對的瓦數呢 當然它是比較低功耗 我們可以看一下 瓦數 那個會不會切為ERGO 那有沒有達到你的目的呢 一定是可以的 因為Hive的功能強大就是 在於這點 還有很多一些 我們之前講過的 WatchDog 還有風扇的管理 都是非常棒的 這些都是在Windows上 所做不到的 也許Windows做得到 可是目前沒有看到一套軟體 有這方面的功能 好 看一下 OK 現在是 17 剛好是424點18分 喔 18分的 OK 那應該會有Delay 30秒的 或到1分鐘的時間 我們稍等一下 或者說我們可以到這邊監控也可以 好 我們去看一下 User 1 Miner OK 這個還在挖ETC耶 切回去看一下 還是時間沒掌握好 OK OK 4.19 嗯 回來看一下 日程吧 日程 Summer day 欸 沒錯啊 18 好 我來看一下 18 OK OK 就是網頁的時候 他會有點lag 那現在在ETC要等一下 我們切回來看這個部分 OK 他停掉了 OK 沒錯 那現在等一下就會跳到URGOB的畫面了 嗯 我們切過來看也可以啦 不要再 OK OK 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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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到這邊看比較快一點 User 1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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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ERGO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他現在切換到ERGO的模式 那你看一下 瓦數只有65瓦 那就是以D和D memory的頻率來做一個挖光的動作 當然這個可以個人自由調整 你如果想要更高的效率的話 那再加個50或100 那這邊很輕易就突破60了 那也是低功耗 應該也是只有70出頭而已 那希望這個介紹對於 你以後的應用會更加的得心應手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再幫忙點個讚 謝謝